首先呢你先選到三倍速 不妨速度變成三倍慢 喔喔喔喔 你就好對拍 提出進化論的達爾文 在研究物種時使用的顯微鏡 二戰時著名的奧馬哈海灘登陸 以及1968年在阿波羅登月計畫中 拍攝的第一張地球彩色照片 隔年見證阿姆斯狀的一小步 人類經典的一大步 經典電影《魔界三部曲》 007 惡魔四伏 去年台灣與Netflix共同製作的影集 《天橋上的魔術師》以及斯卡羅 以上重要的歷史時刻 偉大發現和精彩絕倫的影像畫面 有什麼共通點呢 答案是 他們都使用了來自蔡斯的鏡頭 蔡斯鏡頭見證了20世紀 無數偉大的時刻 也是因為來自德國的他 擁有世界最頂尖的光學技術 和綜合設計能力 提供了最好的鏡頭畫質 才能因應這些關鍵時刻的記錄和使用需求 過去記錄的門檻比較高 現在記錄是我們每個人 每天用手機都會做的事情 也豐富了生活成為情感交流不可或缺的元素 當然 蔡斯也不會缺席這場當代的影像盛宴 我們在不少相機 鏡頭上面依然可以看到 蔡斯最具代表性的小藍標 也代表了高品質的認證 好啦 其實本集有兩個主角 首先就是跟蔡斯合作開發相機系統的 Vivo X80 大家有看到它的小藍標了嗎 這就是蔡斯的標誌 其實Vivo跟蔡斯合作已經出了好幾隻手機了 這次X80除了在一體上有進步 在軟體方面也有新的亮點 那它相機那麼好 我們要怎麼看它到底是多屌 問的好 Tim你有注意到嗎 其實IG上面前一陣子有推出一個新的功能 Rios Rios 對 連續短片 Muchas 但是用過的人其實也都會發現 就是它功能因為很豐富 所以真的要用順手理解它說的功能 也是有點門檻的 那今天我們要透過X80的鏡頭來介紹 Rios 5招鐵布 閃電5連招 閃電5連招 讓你快速可以掌握Rios全部的功能 還有一支好的Rios影片 就是這樣要注意哪些美角 那究竟X80是不是能夠達成人類 鋼帶重要的紀錄任務呢 是不是一直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去 啊 我們先來看看Vivo X80上面的相機亮點吧 跟傳統的光學大廠合作 Vivo也不是第一家 像是華為有跟萊塔合作 已經退出台灣市場的OnePlus有跟哈蘇合作 但是其實每家合作的模式也是有點不一樣的 那這次其實Vivo X80上面 有兩個面向 就是硬體跟軟體 首先大家有看到這個鏡頭旁邊有一個小小紅字的T嗎 這次Vivo X80上面的鏡頭是有T鍍膜的 那什麼是T鍍膜 T鍍膜其實是蔡司非常有每一種鍍膜技術 它可以幫助鏡頭更好地去還原色彩 同時能夠降低眩光跟雜光的表現 讓你的畫面更乾淨 色彩更漂亮 另外呢其實我們在T的左下方 可以看到這邊有標注 蔡司Varial Tesser 然後這是什麼是Varial Tesser Tim小朋友問得很好 Tesser其實是蔡司專利的一個鏡頭組結構 而Varial Tesser其實是Tesser這個節奏的一個變體 目前也是被廣泛運用的 那大家可以理解為這次使用的鏡頭的打造呢 是由蔡司品質認證的 那說一提之外呢我覺得更有特色 其實是軟體方面啦 那Vivo X80裡面有一個很有名的軟體功能 就是蔡司自然的色彩 你拍出來的照片就會非常的自然 同時顏色也很漂亮 那我自己實際使用下來 哇很不做作很自然 能夠比較中時的環境 你以前看到的景色 同時顏色也很漂亮 那Xbox裡面的另一項特色呢 就是現在手機店員不是都會有人像效果嗎 那Xbox因為跟蔡司合作 所以它有好幾種人像效果 可以供你選擇 而且這幾種人像效果 都是復刻了蔡司經典鏡頭的虛化感覺 我覺得非常的酷 都有可玩性 大家可以看看我們實態的效果如何 那當然其實前幾代也有類似的功能 這次呢除了這幾個經典的效果之外 又新生一個叫做Cinema風格的效果 它模擬了電影鏡頭的一個成像風格 它在虛化的配品的光的表現上 會有一種橫向的光束的感覺 讓你很有電影的味道 讓你的畫面更有專業感 那此外呢 Vivo X80上面也有光學防手震 還有他們這次新研發的V1影像晶片 所以在影像的處理上面 色彩的優化上面 都有很好的表現 好 廢話不多說我們趕緊進入REOS的五招教學 閃電五連招 首先我們要知道要怎麼打開REOS 剛才打開REOS 為什麼要知道要怎麼打開REOS呢 因為它其實有三種打開的方式呢 首先第一種打開方式呢 就是先進入到Instagram 然後進入到下方新的REOS的頁面 頁面的右上方就有一個相機的圖示 你先選右上方的相機 那第二種方式呢 直接往右邊滑 然後在下方直接滑到REOS的頁面 就可以開始進行拍攝啦 那第三種方式呢 就是其實上方有一個加的按鈕 直接點選加 裡面就有連續短片 也就是REOS可以做選擇 如果你們知道第四種 第五種方式可以開啟REOS的話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那打開REOS的頁面之後呢 我們在側面其實看到一連串的功能列 我們現在了解每一個功能代表什麼意思吧 首先功能列的第一項 音符的符號你點進去之後 就可以看到IG的音樂資料簿啦 那裡面真的歌曲數量很多 而且我發現什麼樣的曲風都有 而且你也可以匯入你自己手機裡面有內建的音樂 那第二個按鈕呢 就是你要拍攝的REOS的影片長度啦 那目前裡面是有15秒 30秒 60秒 到90秒 這四種選擇 那第三個選項呢 就是影片的速度調整啦 那這個功能呢 其實在某些特別的拍攝效果下 用起來特別方便 那從0.3倍、0.5倍、1倍、2倍、3倍 總共五中選擇 大家看別人的REOS的時候 應該都會發現 哇!有些人的REOS的排版很豐富 有切割好幾個畫面 其實就是在第四的功能中做選擇啦 像是左右分割、上下分割 分割成三塊 然後目前在Android上面 我們目前看到的是它分割的版型比較少 然後在iPhone上面稍微多一點 那第五個一個時鐘符號的圖示 它的功能其實就是倒數計時 你可以在拍攝之前 選擇要幾秒之後才開始進行正式拍攝 那從0秒到15秒都可以做選擇 幫助你可以準備好年 預備好色的動作 那除了原本的五項功能 其實在你錄製完了一段影片之後 會多出一項功能 我們來看看 大家有發現嗎 最下方其實多出一個選項 它就是對齊的選項 它會顯示你上一段影片 最後的構圖是怎麼樣 可以幫助你去做對齊 這個殘影就是 剛剛team最後的位置 如果我現在拿成無縫剪接的效果 其實我只要把這個殘影 跟現在的team 做對齊 之後我再按繼續開始拍攝 team你做一些其他動作 那我預覽 就可以拿成無縫剪接的效果啦 最後還有一個 大家其實很少去注意到的一個小team 就是 其實只要點選設定 相機的工具列 是可以設定在左側或是右側出現的 其實因為我自己是右偏子 所以我會把它選擇在右側 這樣我就可以很即時的 用我的大拇指 去做功能的切換 我覺得這樣方便很多 其實在看別人的reels的時候 我常會覺得 哇 這支影片的剪接方式跟風格 或是配樂 我都很喜歡的話 其實就可以點選右下方這一個 更多功能的按鈕 裡面 就可以找找看有沒有這個 用作範本 點下去 就會看到 所有的排版跟影片的段落 你都一次都把它抓取下來了 只要再加入你自己的素材 就可以很快速的製作出一支 你自己喜歡風格的影片啦 可是要注意的是 如果它的reels 其實它是透過另外第三方的軟體 去做剪輯後製 然後再透過reels上傳 就無法在功能裡面 去找到用作範本 這項功能 我最近就有看到一個reels 我就超想學 就是它會調一個動物的片 他們那個其實是用額外的電腦亂提取 其實真的很多最厲害的人 還是會另外做剪輯 對對對 就是如果對剪輯後製不熟 我覺得reels還是可玩性非常高 對 另外如果你真的看到很喜歡的影片 其實你也可以透過內線的一項功能 跟這些影片直接做互動 表白你自己 對這支影片的喜歡 那一樣我可以點選右下角 還有更多功能的按鈕 然後混搭這段連續軟片的功能 我只要按下去 IG就會自動幫我做左右兩邊切割的排版 就像這樣 大家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排版 才對你自己喜歡的影片 做出一些你自己的表達心得或是創意的互動 好啦 有了前兩招 相信大家都已經有一定的表現水準了 但是在短短的描述裡面 要如何抓住編點球呢 在台灣大家看影片最愛的是什麼 就是字幕啦 字幕啦 沒有字幕 不看 因為大家可能在捷運上面 在辦公室裡面 其實不方便開審議 那沒有聲音 又沒有字幕 偶爾要我看什麼 那如果能的話 其實加一點文字的描述 或是字幕 或是一些圖片 來幫助影像的內容做一些解釋 讓它更容易看懂你在做什麼 那對影片的觀想性一定是有幫助的 WOW X8是有蔡司鏡頭耶 好這段影片呢 是我們剛剛幫Tim做拍攝的 Reals連續短片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幫他加上字幕啦 我們建立好文字之後 大家可以注意到下面這一段 時間軸 其實就可以調整你文字出現的時段 我讓這段文字只出現在前面 這樣我第二段 就可以有另外的文字做呈現 像是 我加好這個之後 我隨便放一個地方 然後 讓這段文字 只出現在後半段 就可以實際來看看效果啦 像如果Tim剛說的比較多的話 其實我只要透過語音輸入 重塑一次 剛剛Tim在影片中說的話 就會快速完成字幕 我現在示範一次給大家看喔 WOW Vivo X80有蔡司鏡頭 怎麼拍都好看 色彩好自然 太棒了 然後我這邊做一下簡單的調整 然後讓它有一個自然的大小 變質要出現的長度 OK 這樣字幕就打好啦 那除此之外 其實如果你對影片中 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或是描述 可以更有趣的去解釋 目前影片中正在發生的事情 你也可以打上自己的話 讓整支影片變得更加有趣 好 接下來第四招 真正的高手都會告訴我們一句話 聲音是影片體驗的一半 千萬不能忽略 那這邊我要提供三下有點 讓大家注意 首先第一個 如果你平時在滑REEL時的時候 你聽到你自己很喜歡的音樂 不要忘記把它加入你的收藏庫 這樣未來你要製作自己的REEL的時候 你就可以找到這些讓你很有公平的音樂 第二就是你可以配上音效 除了好的音樂 其實有些特效的聲音 更能夠強化你畫面中發生事情的效果 再來就是加入旁白 加入旁白除了可以解釋畫面中 在發生什麼事情 你也可以賦予畫面更多的意義 說出你自己想要說的話 另外你要特別注意 加入這些聲音音效音樂之後 你要看看它跟原本影片的 聲音的比例是不是適當的 那這一方面我很推薦大家 其實在製作的時候 一定要戴上你的耳機 去聽聽他們音量的平衡是不是正確 那REEL裡面其實也有附上很方便的介面 可以讓你直接拉動這兩邊的音量 做出最好的平衡 接下來就是讓大家實際看看 有做好聲音音效跟沒有做聲音音效 兩種影片 看起來的感覺差別有多大吧 今天的主角就是這台VIVO X80 有著跟蔡司合作的蔡司鏡頭 色彩非常的自然 然後也可以帶給你經典的景深效果 真的是太讚啦 今天的主角就是這台VIVO X80 有著跟蔡司合作的蔡司鏡頭 色彩非常的自然 然後也可以帶給你經典的景深效果 真的是太讚啦 最後我們來介紹一些特殊的拍攝手法吧 現在比較熱門的有幾個手法 首先第一個就是對嘴 對嘴 竟然有人唱完對嘴 對嘴已經是老哏了 但是其實像是運用對嘴的邏輯 我們可以做出像舞蹈可以對到音樂的拍子 或是一些特殊的動作 首先你先選到三倍數 然後再開始進行拍攝 你會發現你選擇的背景音樂 它播放速度變成三倍慢 就好對拍比較好 沒錯 實際拍攝效果大概會是這樣 那下一個效果就是所謂的綠幕效果 它就是一個影片的去背功能 那這個功能呢 大家可以在REALS裡面的連續短片的效果裡面去找到 它的英文叫做 Green Screen 它可以為你的任何一支影片再做一些增設的效果 像你要加上任何的物件 或是你自己想要進入影片中做解說 都可以利用綠幕的效果來達成 當然你可以把人縮小 擺左擺右擺上擺下 那就可以做出很有趣的解說效果 接著最後一道就是對齊 那對齊效果其實在傳統的攝影手法裡面 就是一個運用很廣泛的效果 它可以創造一個時空忽然自歡的效果 不管你是要變裝變臉 那實際拍攝效果大概就是這樣 哇 好熱喔 哇 不熱了 OK 經過今天的閃電舞蹈的教學 相信大家應該對REALS有更深入的了解 其實目前大家可以看到影片 大概就是這些網卡在做一些變化 可是最後還是有一些點要提醒大家 在動態牆上看到REALS的時候 上下是會被裁切的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影片呈現是完整的話 你就要注意到 你拍攝的時候是不是有把一些重要的東西 放在上面或是下面 另外其實REALS是可以選擇封面的 選擇一個漂亮的封面 大家在動態牆上看到的時候 就更遠一點進去看啦 那另外如果你是一個很認真的創作者的話 你一定會有一個疑問就是 REALS能夠賺錢嗎 有在滑REALS的人相信會發現 中間有他廣告 有廣告就代表什麼 我們在為他做工 那應該叫可以有分潤的機率在 快點啦 其實在國外呢 IG已經開放一個叫 REALS PLAY的分潤計畫 就是他們的創作者可以透過他們的觀看次數 來獲得一定的分潤 那台灣目前是還沒有 但是我相信未來是有機會開放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而且如果你希望你被更多人認識的話 我覺得REALS真的是一個蠻好的機會 因為他推過邏輯 其實我發現跟一般的動態是不太一樣的 如果你的影片就是很多人喜歡看 那你真的是有機會跑到首頁上面的 那最後一點就是某些厲害的REALS創作者 他就是用另外的第三方的緊急軟體 然後剪完 再丟到REALS上面做發佈 我自己先動也都失去 哇 音樂體是個認真boy 認真減肺先動boy 那這邊呢我也推薦幾個APP 給大家做參考 iOS上面其實最著名 而且最專業的剪輯的APP 就是叫LumaFusion 它看起來就跟Tremier那類 專業警員的體系非常像 有飛線性的時間軸 你可以在上面做各式各樣的 就很像一層一層 沒有錯沒有錯 那Android方面呢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Teammaster這個APP 目前也有比較適合新手使用的APP 它簡化的剪輯流程 而且有很多現成效果可以讓你做套用 首先第一套叫做VN Video Editor 那另外一套叫做CabCard 那我自己再推一個 對 它叫Perfect Video OK 那你是有什麼關鍵影格可以拉 那個完美的飛線動 對 影片都剪輯完了 其實我們常常需要一個東西 為影片偵測 就是所謂的素材啦 那我這邊也推薦幾個素材網站給大家 如果你需要一些開場的效果 或是動畫的話 我推薦一個叫PlaceIt的網站 那另外如果你需要一些 免費的B-roll的素材 什麼叫B-roll B-roll就是 請接B-roll A-roll就是你的故事主軸 那來輔助劇情發展的那些片段 就叫B-roll 我推薦一個 我不確定手機上可可以下載 但是我自己在電腦檢 我都會用一個叫 Dicto的一個素材網站 那照片影片都有 那我這邊也推一個 叫Story Vlog 加入這些B-roll之後 你的影片看起來會專業很多 而且生動很多 那最後呢 就是來看看 今天陪了我們一整天的X80 究竟表現得如何 我覺得VIVO X80 它拍攝效果 真的讓我們還滿滿意的 首先它的畫面顏色還滿自然的 不會讓我覺得 太過艷麗太過不自然 尤其IG裡面有很多的特效 跟濾鏡可以套 那那些比較平淡的畫面風格 其實套上濾鏡之後都會比較好看 如果你原本的畫面 就已經很艷麗的話 一套上去 哇 不要那麼可怪 對 我覺得這一點就是 X80的一個滿好的優點 那另外呢 就是很可惜的 在IG的介面裡面 其實你是用不到 它內建的一些虛化效果 但是 你也可以在IG之外 就是利用它內建的APP 先做拍攝 再丟到REALS裡面做剪輯 那最後還有一點呢 我覺得比較細微 但是我滿有感的 就是 因為它有菜式 T鍍膜的加持啊 它在面對很強的燈源 反正它的炫光 比iPhone還更不明 喜歡那個小球球 Vivo X80上面有這樣的表現 我覺得應該就是產時的功勞 好 今天節目差不多了 就到這邊了 希望大家有學到 實用的知識 REALS玩起來 謝謝大家收看 如果對我們有任何的意見 問題 解釋不夠清楚 或是你REAL有什麼酷的玩法 都歡迎在留言的地方 跟我們一起聊起來 好 掰掰 工商時間 欸 各位知道嗎 其實我們三創 不定期在各個�位 其實也都會有優惠活動哦 像是這次的動漫咖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犬夜叉呢 6月3號重返我們的三創生活啦 另外三創也與Canon合作 熱門機種R6 在三創生活也有特惠價格哦 還有我們最新登場的櫃位 以利泡泡兵現在有優惠 買時就可以送一 全館各櫃位 還有各種不同的優惠活動哦 詳細資訊請點選資訊欄的連結 趕快去看看還有什麼好康吧 Tim 你用IG有遇過什麼趣事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之前IG有一個很神秘的一個功能 它只出現一下 然後現在就不見了 都市傳說 你要PO線動的時候 它會有一格選項 就是會顯示說 你所有看過的貼文 主要是貼文分享 可是它 它就是突然不見了 我現在怎麼找也找不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有看過我發現有人 來證實這是不是都市傳說 I'm not alone 我是老人 所以我的IG就是很無聊 所以我的社群 其實反映了我不同人生階段 真的像我的Facebook上面 是我幾歲到幾歲認識的人 都在上面 然後我的IG就是 幾年之後認識的人都在上面 所以我要找我不同時間認識的人 就要去不同平台找 你們以後也會這樣好不好 不要在這邊想 好啦 今天節目到這邊 對這集的內容有興趣的話 我們也有詳細的文章 歡迎到資訊欄去點選連結觀看 然後對我們節目有任何意見 或希望我們派出什麼樣的主題 歡迎留言跟我們說 按讚訂閱分享起來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了 掰掰